本分局7月15日晚上23時57分許 在吉安鄉海岸路及南海五街口發生交通事故 那莊姓女子駕駛自小客車 沿南海五街東往西方向執行 潘姓男子駕駛自小客車 沿海岸路北往南方向執行 兩車在該路口發生碰撞 那之後分別又波及到路邊的兩部自小客車 以及一處民宅 造成潘姓男子以及莊姓女子身體多處差錯傷 雙方接送花蓮慈激醫院治療 九次只接為零 那吉安分局在這邊呼籲用路人或是駕駛人 行經路口應減速慢行 隨時注意車前狀況以測安全